我憋了很久了 我就想釋放一次沙雕的 我上次釋放沙雕 还是在那个《女侠饶命》 有一个电视剧里面 那都已经是去年的这个时候了 我一年没有釋放了 我很难受现在 你那个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去幼儿园是咋的 我现在想起来 我说了就怕你们笑话 我当时是很幼稚 我当时在讽刺这个社会 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去上班 但我去幼儿园 他这个歌原来的哥们叫《管好你自己》 我写这个歌是05年还是06年 那几年就社会上有很多那种评论家 他们就一直也不帮社会做任何事 他老说那些人做得不好 比如说慈善的人做得不好 比如说现在的环境这么的差 结果他自己开的是一个高排量的汽车 这样的人很多 其实我当时 但我这人又nice 又怂 我不想明面上骂人 我就写了个爸爸妈去上班我去上班 起了个反作用 然后就成为了一个儿童歌手 每年六一儿童节 我能飞三个成熟 我老红了那天 幼儿园剪彩 然后幼儿园开幕 什么儿童节目的录制 一年就那一天有活 老红了那天 我那天能发十个朋友圈 可能要 当时没朋友圈 要等我能发十个 我们看我今天 好不容易 可逼着了 我说我看我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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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